我們現在要來做白菜煎餅 那白菜呢因為剛剛已經洗過了 我們現在要來把水分去掉 擦完了之後呢 因為白菜它本身長的是這樣圓弧形的 你在煎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不好煎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刀的背面 把它敲一敲 敲一敲它會比較平 或者是你要用擀麵棍去擀它也可以 它就會這樣 你就稍微把它壓壓壓壓壓 你看壓完它就會平平的貼在板子上對不對 再來我們來調麵糊 先用紙杯一般的紙杯 水大概就一杯 一杯半好了 我們今天要用的是煎餅粉 那其實煎餅粉它雖然本來就已經有一些鹹味了 可是呢白菜的話它筋的部分也比較粗大 所以它做出來有可能味道會比較淡 我們就是稍微再加一點鹽嘛 再來要加一杯的煎餅粉 現在就是要把麵糊擀勻 選擇用這種不鏽鋼盤的原因是因為白菜的葉片比較大 你要讓白菜整個放下去的話 你不可以用太小的 不然會有點麻煩 好這樣應該是差不多了 我們就要準備來煎了 我們要讓白菜這樣子沾到麵糊 然後呢跟之前的土豆餅一樣 如果說你們想要它漂亮一點的話呢 你們就是可以在上面加上紅辣椒之類的做裝飾 這就是很簡單的白菜煎餅 不夠好吃的 不夠好吃的 現在就可以放到麵糊 這個配菜要給很難的 很難的 看過來了 那這個配菜快要說